双双火蛇不斷冒出 消防人員赶紧灭火 他们不敢大意 因为不久前变电箱还传出爆炸声响 民众眼见不对劲赶紧大喊赶快移车 十五号晚上九点半左右 台中北屯区的特斯拉充电站起火 消防局护包之后 出动四辆消防车九位消防人员 并由台电人员到场断电 最后火势在晚上九点五十五分扑灭 燃烧面积零点五平方公尺 十六号白天重回现场观察 拉起封锁线变电箱一片焦黑 想见当时火势不小 而充电站还贴有紧急应变指南 但是上面的文字如果没有仔细看 似乎不好辨识 虽然这起事故没有人受伤 但充电站为何会起火 详细原因还得有火调人员进一步厘清 华视新闻赵英光 陈清顺张晓媛 台中采访报道